疫情期间他们收到了捐款 他们收到的这个帮忙是比较少的 因为整个社会都陷入紧缩 那所以很多生脏朋友们 他们在这段时间也特别的辛苦 安心上空的计划里面提供了 十分之一一成的比率来给生脏老朋友 陆陆续续我们还会释出更多的职缺 而且跟中央来合作 避免让身心障碍市民受到疫情影响 劳工局提供了安心上空方案 提供了一千多个就业机会 那其中刚上空的200名市场就业人员 有24人是生脏朋友 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在入场处 帮民众量而温 还有喷酒精 还有检查时连制 希望疫情期间 生脏朋友的生活不被受到影响 也有一笔稳定的收入